嗨 大家好 我是比妹 台灣身為美食之國 餐廳自然很多 以下是我多年來觀察下的幾種店家風格 第一種是祖傳店 會用自己的阿公或阿嬤做店內主視覺 有時候會看到本人出來幫忙 進來活著 第二種 家族事業 一家總是吵吵鬧鬧的 一開始是大伯接下來的事業 外移取進來的老婆負責備料 讀大學的兒子有時候會回來幫忙 後來大伯表弟的嫂嫂也來幫忙 還有嫂嫂的二女兒 嫂嫂的大弟 而二伯跟大伯不合 十年前就自己出來開了一家 兩家各有各的擁護者 第三種 客廳型店家 店內基本上就是老闆家的客廳 小孩會在旁邊寫作業 阿公在後面看電視 常常會看到媽媽媽小孩 你剛只會生手機啊 店內氣氛讓你只想趕快吃完趕快離開 不是要叫你過著他嗎 第四種 早餐店 食物味道都差不多 早餐店阿姨是本體 欸帥哥 你的餐點好了喔 欸你的50塊 啊帥哥 你的餐點要再等一下喔 第五種 租隊友行 餐飯居多 通常笨熟笨腳的那位負責收錢 而長廚的基本上負責所有事情 而客人也會直接跟長廚的點餐 欸老闆 我要一份蔥抓餅夾蛋 噁 欸一份蔥抓餅夾蛋喔 第六種 令人擔心的老闆 餐點好吃又便宜 年賣的老闆多年堅持不漲價 但老闆的身體狀況令人擔心 第七種 控制狂老闆 規矩很多的店家 到處都有標語 對吃法也有要求 店內會有攝影機記錄下一切 如果留下對店家不利的評論 老闆會在上面跟你討厭 但老闆突然就生氣了 不然家就算得到 不要這樣吧 口還可以 我剛剛掉月了見識器 當時點餐就要跟你說了 出生後也不能討整 第八種 小氣老闆 老闆只顧了一位公讀生 需要他做所有的事情 欸小姐 我的餐點怎麼還沒有啊 不好意思 正在說了 當然 都很不高興 公讀生感覺都快哭了 第九種 全世界都吃過 只有你沒吃過的名店 店家經過各大社群 跟名人報導的生意非常好 每次過的你身爬跟不上神室 108號 在這邊 哈哈 還沒技巧的都是弱勢 吃完大家都覺得 還好啊 第十種 生氣臭臉店家 流程非常複雜 老闆因為客人太多 而且能吃太飯 然後再去那邊等位置 等教導你以後再拿單子去那邊取餐 通常會在牆上掛上臭臉有理的 請問 去那邊排隊 被氣到再也不想來這邊花錢受氣 但吃了食物後又覺得太美味了 以後還要再來吃 第十一種 台南人口袋名單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台南自稱為美食之都 好客的台南人 平常就會嚷嚷著他 帶你去台南吃好吃的 如果你覺得味道普通 他們會非常生氣 走 接著帶你去吃更多的台南美食 知道你說從好吃為止 沒間店 給我打這間店 我怎麼同意 台南美食是台灣的 不 是世界第一美食啊 最後一個是在地美食 食材從清洗到處理 都在地上完成 雖然有點不衛生 但有種說不上來的醍醐味 讓人一再光顧一碗接一碗 而美味的秘訣就是老闆本人 以上就是我個人的觀察啦 也歡迎大家補充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